美国和韩国官员星期五在位于韩国和朝鲜边境的板门殿举行仪式 纪念韩战停火协议签署59周年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韩美两国的军方人士以及来自联合国和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官员 在板门殿军事分界线附近合影留念 1953年7月27日韩国和朝鲜代表在这里签署了停战协议 但由于双方并未签署和平条约 因此韩朝两国从技术上说仍然处于交战的状态 美军驻韩部队总司令詹姆斯·瑟曼说 他希望韩朝双方可以实现永久和平 让边界非军事区走入历史 我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可以启动谈判 解决现存问题并最终解除非军事区 这将有利于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繁荣 这也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韩国官员说朝鲜必须停止开发核武器和弹道导弹 朝鲜把7月27日这一天定为解放祖国战争胜利纪念日 星期五朝鲜组织韩战退伍军人在平壤举行了纪念活动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